各位旧友大家好 今天呢就这之前几期的屠龙系列呢 他再给大家介绍一般屠龙的棋 而且对局的事件呢也是2022年的11月份 但是一个人在外地出差 晚上呢空气时间再下下棋 消磨一些事件 可能那段时间呢都比较时运上都比较适合屠龙 所以说那些棋呢都是屠龙的棋 其实屠龙并不是总能遇到的 二点面投龙这个棋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很多时候呢都是要自己和对手互相促成 那么先介绍一下我本人 我本人是棋流后呢聂为平时代的业维棋手 应该说业维棋迷 两天之后呢看了很多的顶前棋手的对局 和AI的对局 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礼物 实际在自己下棋中呢融入一些对AI为棋的领悟 我感觉自己呢在这段时间呢也是长棋了 思路打开 那么呢 借记呢和大家和广大棋友分享一下 同时呢我上传到YouTube的棋部呢 给一些不愿动脑筋下棋的棋友们开心姐妹 好下面开始进入棋局 本局呢直黑先行 呃 新小木是我经常用用愿意用的手法 愿意用的布局 那么这部棋呢也是希望 呃 我能够走到外面来 但是呢白棋马上冲断了 这样下呢我个人认为呢 黑棋并不亏 因为黑棋尽管丢了一片大片脚实地 但是黑棋呢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而且呢脚部呢多少还有很多棋 哪怕呢将来呢打结的机会还是有的 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而黑棋获得的外式呢也是比较厚 白棋获得了先手 呃白棋获得了后手 那么黑棋获得先手之后 把右脉补一下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呢 黑棋满意 白棋直接点脚 黑棋点 这也是我经常用的手 手法 希望呢黑这个白棋再走到底下 那么黑棋呢把外面封住 果然呢白棋 选择了一个老的定式 那么黑棋呢如愿把外面封住 白棋还是走了一手 白棋的这手棋呢 我也能理解呢还是有些无奈的 因为白棋走了这手棋之后 基本上可以成活了 同时呢也威胁着这个黑棋的这个棺子 但是呢我认为在 在AI时代啊 续盘阶段下出了一个二路爬 总体来讲自销是非常低的 这个这么大的棋板黑棋也不会硬这里 感觉还有更广阔的棋可以走 因为白棋之力活了 白棋要是不走到被黑棋走一手段呢 白棋也可以跑 所以说呢这手棋就看个人的判断了 反正我我个人觉得它在续盘阶段走出一个二路爬 自销是非常低的 黑棋先挂脚 那么又走出了一个同样的定式 这个定式走完之后呢 我认为呢黑棋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尽管呢白棋手术的脚步 黑棋 局部收完之后 目前看 黑棋的外势极度扩大 黑棋的外势其实是远远低效对方的实地 那么这个时候呢 白棋的就不得不打入进来了 白棋这部局走的也很明确 就是想清削黑棋的中间 那么白棋的实地都是眼见为实的 黑棋的这个实地都是虚的 还需要围 那么单独的围控啊 是不行的 因为你越围越少 越围越小 这下面都漏着风 所以说呢你必须采取主动攻击的子弹 这部大棋白棋没走到的话 黑棋走到 拆变 黑棋这么走的话呢 也是想救地救火的意思 白棋还是收脚 黑棋跳 目前的形势看 还是白棋少好 可能对大多数棋手来讲呢 白棋可能还是稍微好把握的 这也是事实 但是这黑棋呢是具有攻击的姿态 那么怎么样抓住白棋的弱点 对白棋其实攻击 是黑棋现在需要做到的 白棋呢借着攻击 黑棋也赶快寻求自己的联络 黑棋打一手事先手 那这部棋呢 我认为白棋可以不理 但是白棋还是走了一手棋 黑棋压完之后呢 把这边棋跑了回来 点脚呢是白棋的英手 继续是白棋的英手 白棋的态度很明确 不给你活脚 我的地就是我的 这里也一样 白棋的呢 基本功也非常扎实 吃着非常干净 白棋在这里呢 没有给黑棋留任何余味 好 那么在黑棋的上面两个脚都没有掏掉 那么黑棋必须想想一些常规的办法了 非常规的办法了 直接靠把黑白棋的连结硬生生的摆断 那么应该说之前走这两个子也是很有成效 那么黑棋也可以连回来 可以把白棋分断 所以说当时可能白棋还是得大一了 这个棋恰恰呢 黑棋可以联络 同时可以把白棋切断 那么只要把白棋切断 黑棋的后视就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大家随后看气候的竞争 好 白棋长 白棋足足 黑棋断掉 白棋打 黑棋接 白棋连 黑棋打一手之后 这样的话呢 黑棋把这两个点断点都护住了 下面呢 黑棋就是想在内部做活了 双一下 白棋明确表示不给你连回去 那么下面呢大家只能这个硬杀了 走完之后 黑棋连 白棋 就这手棋那是怕被黑棋分断 因为这边的这个白棋的气也非常的挤 那白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这边呢被断开的 必须要做活 那么恰恰呢 刚刚好那个火棋 白棋走完之后呢 白棋已经算到 这里已经杀不死黑棋了 因为呢 你要点一手的话 这也是两个眼火棋 你要是这么走的话呢 黑棋的气还比白棋长 所以说没有办法了 黑棋这里已经活掉 白棋呢只能往往跑 下面呢就是完全全前进入了黑棋的 表演时间 大家可以静静的观看就可 因为呢 你们可以看到 黑棋的外食 之前的 这个把时空让出来 获得的外食 完完全全 获得了利用 而白棋之前走的一些 逃空的这些字 守在边角的这些字 一点用又发挥不出来 下面这个吃棋过程啊 可能对大部分棋手来说 并不难 但是呢 因为空间广大 其实白棋多少也是有些机会的 那么黑棋很明显 不给白棋任何这种机会 把这边封住 把这个叫点死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因为黑棋脚后 所以怎么走怎么游 黑棋自补了一手 把这两眼做出来 断绝了白棋 在里面向攻击 像缠绕进来的念想 黑棋在白空里面 继续跑 这步棋走完之后 白棋补 黑棋呢 也是正好活棋 白棋呢继续跑 黑棋呢 慢慢把自己的外围都捕上了 黑棋呢 慢慢把自己的外围都捕上了 而且呢 黑棋保证自己的全部连上 黑棋呢 黑棋呢 也将将能做出这一只眼 而且还是后手眼 所以说呢 黑棋一看没有希望 自己的偷棋 这盘棋 挺有意思的就是 好像 像某一盘棋 好像像 有一年英式被古利和翠泽汉的一边堆积 就是当时呢 双方互为 这个翠泽汉打入古利的大龙的棋活了 那么古利必须在翠泽汉的大龙中活棋 事实证明的也是不可能 那么这盘棋和那个有点意思 双方在互为的时候呢 白棋被分断 那么黑棋呢正好能活棋 应该确切的说啊 也是利用了白棋 这个时空中的一些弱点 那么白棋被断掉之后呢 在黑棋的大空中 活棋确实很难 在宇宙流的海洋中 活棋的话呢 呃 黑棋呢处处主动 可以选择的手段很多 我觉得白棋在逃跑的过程中 也是很痛苦的 好 谢谢大家 那个欣赏 那么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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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